街湖 时运不济 命运多船 这是感叹 哎 我时运不济 命运不好 接下来就开始了 冯唐一老 里广南风 这个冯唐指的是西汉时期的冯唐 汉武帝即位的时候 匈奴犯鞭 武帝广征贤良 冯唐虽然再次被举荐 可是已经九十多岁了 只能任用他的儿子冯岁 后来文人们就常用冯唐 来形容老来难以得志 李广是西汉名将 就是那位非将军李广 他经历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 多次征战军功卓著 可是始终没有被封侯 李广的故事也挺让人感慨的 以后有时间我给大家详细讲讲 这句话简单来说 就是冯唐容易老 李广封侯南 这句话和下一句话 都是王伯感慨自己怀才不遇 曲甲仪于长沙非无圣主 篡梁红于海取 启伐名时 汉文帝时 甲仪曾任太中大夫 就相当于皇帝的顾问 对当时的国家大事 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所以就一直被重用 所谓人红是非多嘛 后来就遭到的忏悔 被贬为长沙王的太父 这个长沙指的是西汉时期的长沙国 地理位置大概跟现在的湖南长沙差不多 后汉书梁红传记载 梁红是东汉人 因为作师讽刺君王 得罪了汉章帝 被迫逃到齐鲁一带躲避 海取就是齐鲁一带临海的地方 明时指汉章帝的时代 范指昌明的时代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昌明就是兴盛发达 这句话是说 甲仪被贬到长沙 不是没有盛名的君主 梁红到海边隐居 难道他不是处在政治昌明的时代吗 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 靠的不过是君子能够洞察时机 通达市里的人 能够知道自己的命述罢了 老当义壮 宁以白首之心 穷且易奸 不坠青云之志 后汉书《马原志》中写道 丈夫为志 穷当易奸 老当易壮 年纪大了 应该更有壮志 哪能在白发苍苍的时候 改变自己的初心 处境艰难的时候 反该更加坚强 不能放弃远大的志向 着贪拳而觉爽 处何者已游欢 贪拳在《禁书无影之传》里有记载 无影之这个人非常连接 当时他在广州做刺史 离广州二十里的地方 有一个地儿叫石门 石门里有一眼泉 叫贪泉 相传啊 这个贪泉里的水 不管你多连接的人 喝了也得变贪 无影之就不信这个邪 当即就喝了泉水 写了首诗道 这首诗的意思是 人们都说喝了贪泉的水会变贪婪 但是 如果人是薄夷舒奇那样的人 我想 他们就算喝了贪泉的水 也不会改变廉洁的心 之后无影之到了广州 愈发的清正廉洁 唯一舒奇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 现在再讲下去 就变俄罗斯套娃了 何哲是一个非常俏皮的典故 叫何哲之父 出自庄子外物 故事是这样的 庄子家里很穷 所以去到监和侯那里借你 监和侯说 行啊可以啊 我马上就要收到租金了 租金到了之后 我借你三百两黄金好不好啊 面对这么不诚恳的回答 庄子这位老哲学家是怎么说的呢 他想了想说 我昨儿往这来的时候啊 听到了呼喊声 环顾四周 只看见干涸的车车里有一条鲫鱼 我就问他 我说鱼啊 你是干嘛的 鱼回来说 我是东海海神的臣子 现在困在这了 你有没有个一生半斗的水 能让我活命 我当时就说可以啊 但是啊我得先到南方去游说吴越的国王 饮西江之水救你 可以吗 可是这条鱼他竟然生气了 他跟我说 我现在陷在这了 要一生半斗的水就能活命 可你竟然跟我说这话 这样吧 你看前面有个小卖部 那里有卖鱼干的 你再找我就去那吧 这就是何哲之父的故事 王博士想说啊 一个人如果能保持自己远大的志向 即使喝了贪泉的水 也能保证心轻无尘 即使处在困境中 也依然能够乐观开朗 北海虽奢 扶摇可接 冬鱼已逝 桑鱼飞晚 北海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北明 有个段子说 北明有鱼 其名为昆 昆之大 一锅顿不下 就是那个北明 段子只是段子 感兴趣的话要看原文啊 庄子挺有意思的 扶摇也源自庄子逍遥游 彭之喜于南明野 水积三千里 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扶摇就是指盘旋而上 腾飞 冬鱼是指日出的地方 表示早晨 引申为早年 桑鱼是日落的地方 表示傍晚 引申为晚年 有句话 叫施之冬鱼收之桑鱼 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失败了呢 或许在另一个方面 会获得成功 这句话是说 北海虽然远 但乘着风 也是可以达到的 过去的时光 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是珍惜将来的日子 还不算晚 孟长高节 空于报国之情 软极猖狂 起笑穷途之枯 后汉书 孟长传中记载 东汉人孟长 为官清正连结 但一生都没有被重用 晋书 软极传中有记载 软极这个人啊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放荡不羁 实际上也有远大的抱负 他经常独自驾车出行 走投无路了 就痛哭而远 这句话是说 孟长品行高节 却空有报国之心 软极放荡不羁 无路可走时便痛哭而远 我虽然怀才不遇 但是也不会如此放任自留 以上就是腾王阁序 第五段的内容 用点之密集 文笔之优美 令人折服 还有两段 我会在一期视频内 给大家讲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就长按点赞键五秒钟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吧 热爱传统文化 我是娘化白泽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